据一位退休的美国陆军忠孝说 一场新的冷战正在酝酿之中 一边是美国 一边是中共和俄罗斯 罗伯特·马基尼斯曾在过去几十年 美国和前苏联之间的地缘政治紧张局势中 当过冷战战士 他说 中共政权的敌对性 夺权性质及其与俄罗斯的联盟 让他想起了亲眼目睹的苏联决 马基尼斯告诉大纪元时报表示 我以前见过这个 现在又看到了 自特朗普政府后期以来 分析人士一直在进行这种比较 当时美国开始采取越来越强硬的行动 以对抗中共政权构成的一系列威胁 拜登政府继续广泛对抗中共政权的侵略行为 强调建立联盟 以建立统一战线来对抗北京 今年9月 美国、英国和澳大利亚 启动了一个新的安全伙伴关系 称为AUKUS 重点是印度太平洋地区 此举被广泛视为 针对该地区中共的军事霸权 联合国秘书长安东尼奥·古特雷斯 最近建议美国和中共修补 他们完全失调的关系 并警告说 新的冷战可能爆发 对此 白宫新闻秘书普萨基证实 美国并不寻求与北京进行冷战 并将美中关系描述为 不是冲突而是竞争 中医员麦克·加拉格尔 不同意这一观点 他认为美国处于 与中共新冷战的早期阶段 关于美国和英国支持澳大利亚 购买核动力潜艇的美澳伙伴关系 马基尼斯说 与澳大利亚结盟并不特别令人惊讶 他认为澳大利亚是美国在南太平洋的稳固盟友 在该地区有稳定的根基 该协议引起了法国的愤怒 法国最终在2016年签署的 向澳大利亚提供的潜艇的协议中落败 人们一直担心潜艇交货的延误 成本超支以及潜艇能否满足澳大利亚的国防要求等重大问题 然而外交上的余波导致一些分析人士认为 英语国家与欧洲在对待中共问题上的裂痕正在扩大 美国空军退役上校兼全球战略家丹斯泰纳表示 拜登政府内部在外交政策方面似乎缺乏远见 但他补充称 澳英美的伙伴关系可能给未来带来一点希望 马基尼斯和史泰纳一致认为 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与美国AUKUS的目标有相似之处 马基尼斯指出 北约是一个非常协调一致的同步努力 以挑战苏联向欧洲其他地区的扩张 两位退役军官都表示 AUKUS是美国试图组建北约的亚洲版 以对抗中共政权的开始 对史泰纳来说 很明显 美国正试图与那些更有能力与中共打交道的伙伴结盟 史泰纳说 建立这样的联盟存在障碍 而这表明中共意识到 美国将试图与之结成联盟的许多国家 已经呈现在中国经济的蜘蛛陷阱中 史泰纳表示 美国努力与亚洲国家结盟 其中包括印度尼西亚 日本、韩国和越南 而中共政权已经将触手伸进了这些国家中的大多数 对马基尼斯来说 在认识到中共构成的利益严重的威胁之后 资产阶级联盟正在联合起来对抗异报的中共军队 不管是否有任何这些公元 对马基尼斯来说 对马基尔的公元 那儿是由来对马基尼斯来说 对马基尼斯来说 再说来对马基尼斯来说